中文有一句话是 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是因为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有感觉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社会的秩序 社群的密切关系 是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最上课的感觉是家庭 中国的那个家庭的感觉 在每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特别是那个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 我是师父 现在可以说是师公 那个学生的反应 他们的态度 都有那个家庭的那个 那个一个感觉 那个意图部分不是我自己创造的 这个是唐靖尼从疫情挖到的一个想法 他说如果要了解中国 我们要谈一多部分跟二元论 那个自由主义是二元论 一多为二的一种想法 可是一多部分在每一方面你可以用它 比如说如果他人 我 我是义 没有第二个安乐者 我就是独特的 特色的 是一个人 可是我的特色是哪里来的 不是拍他的 而是包容性的 是我跟我的家人 如果做好的一个家人 如果做好的一个老师 如果做好的一个邻居 才有一个好的一个安乐者 所以那个意图部分 是我是意 可是这个意是依靠 多 才能够发展起来 那个个人不是一个起点 而是一个成就 所以我个人我的想法 一直是中国不要焦急 那个外国不够了解 中国是自然的一个现象 可是我们要想办法 可是不简单 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你到中国的一个书店 要买书 所有的那个西方 文化领导的书都被翻成中文 同时那个翻译的品质是很高 到西方的书店去 要了解中国现在最优秀的思想家 根本没有 翻译不是翻译一本书 是翻译文化 所以我们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有新的一个重书 叫翻译中国 所以翻译中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未经许可 2011 两次有刚才的译文化 其实是有一个意图的 国书那是什么 整个层一本带面 是什么 却老我们的本书都被翻译到 是あの一本犯的 这个一本地是扑写的 所以我们是不喜欢的